睽違七年之久 楊乃文再出新專輯 今天上電台做宣傳 談到拍攝MV過程 楊乃文不但首度突破懼高症 挑戰吊鋼絲 意想給人酷酷印象的他還宣告 要開第一場簽創會 寶貝 過來 名叫寶貝的鸚鵡硬序不理他 讓楊乃文有點小尷尬 楊乃文上電台節目宣傳自己的新專輯 他說這一陣子忙著拍攝新MV 還出去體驗吊鋼絲 因為我居高 所以吊鋼絲這種的話 就是一開始會覺得很恐怖 可是後來就覺得很好玩 就不想下來 距離上一張專輯女爵已經有七年之久 楊乃文的獨特嗓音 頂人難以忘懷 要不回來 1997年出道發行唱片 楊乃文的第二張專輯 就拿下金曲歌後 一向給人酷酷印象的他 從未舉辦過簽名會 以前我可能覺得 就是我的個性吧 我覺得好像簽唱會比較不適合我 但是其實那麼多年來 其實陸陸續續老實說 我跟一些歌迷已經變得還蠻熟的 我覺得應該辦一場兩場 這種簽唱會應該不錯 要舉辦第一場簽名會 還走進校園演唱新歌 楊乃文賣力做宣傳 要讓歌迷直接聆聽他的新作品 新唐 姚太電視程 婚伯 張雲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